金木騎士加上神盾加上老頭加上一些女武神加上狂暴加上無敵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XBB 那今天呢來趕工啦 比賽前給大家拍這個影片啦 那大家看到這個陣大家都想到想拍什麼了 所以其實這個陣真的是太多了 雙影星雙影型的這個回字喔 然後呢大本在中間 然後所有很多核心在中間 超級多這個陣 然後這個陣啦 我個人覺得XBB騰曼流是超級好打 那如果你真的打不了這個陣的話 趕快看一下這個影片 因為我覺得這個陣會打 我一天大概會遇到兩次吧 就是兩個號加起來啦 大概會遇到兩次以上 然後我覺得很多很多 然後我猜連賽也會有很多很多這個陣 那如果你會打的話會非常非常的優勢 而且XBB騰曼流真的很好打這個陣 那我打這個陣呢 我都是用一個方法來打 首先比我現在的配置喔 來上集還沒看過去看一下上集 我現在是三狂 然後兩個慢生 那這兩個慢生呢 其實一樣也是放大本這邊 可是我就不用太追求 那個就是這邊一個這邊一個 讓大本子留下來 因為到最後一定是所有人往大本這邊走 沒錯吧 所以我一定要讓所有人往大本這邊走就好 但是你的慢生技的一件事情一定要有就是呢 你的大本跟大雕跟那個在打你的那個XBALL 請你把它慢生住 那我怎麼樣子看一次你就會懂了 我基本上會把我的部隊分成兩到三個主力 那兩個主力的拉法比較簡單 就先記兩個 但是打這個陣我有時候會有花俏的想法 那有時候會分三個主力 但是呢其實兩個主力就夠了 那兩個主力怎麼分呢 跟我上一次的影片有點類似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首先呢 第一個我一定會從援軍這邊走 因為我覺得這個援軍啊 這個陣的缺點就是他援軍是送的 那你可以直接去處理援軍 所以我這邊會從這邊這個位置開始 如果女王加上男王加上一些積木騎士 就可以處理這個援軍了 那我的老頭這次就不跟女王男王了 因為這邊如果 我那時候老頭跟女王男王 是因為我為了要一開始壓一個縱火力群 這邊根本就沒有縱火力群 所以我老頭不會跟這邊 然後這第一個不同點 老頭不會跟這邊 第二個不同點 這個陣是我唯一會覺得 你必須要用滾木車的 因為這個雙隱身塔其實用滾木車就是很賺 很好處理 所以我一定會用滾木車 因為滾木車出來之後 那裡面的女武神加一個狂暴 這邊也是裡面那一區也是隨便打 所以這個陣我一定會用滾木車 再來第三個是 那我老頭怎麼辦 老頭就是跟另外一批的積木 加上神盾加上一個狂暴 加上狂暴加上無敵 直接再衝一遍 然後整個陣繞完一圈之後 最後會去打中間的大調 看我來操作一次 你馬上就會懂了 我直接來拍幾個 基本上看到是應該要一定三星的那種系列 那基本上一定是 從援軍的這一側開始走 排得很趕 很渴 一樣喔 這個也是可以用很短很短的時間把它三星 女王一開始丟骷髏 然後呢 稍微扛一下 然後 加上男王 加上一些積木 然後 加上毒 然後把對方的冰人 然後下面這邊用一些哥布林 用一些超級野蠻人的斷邊 那王走歪了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我本來就會還有兩批 然後這邊呢 是我剩下的四隻金木騎士 加上神盾 加上老頭 加上一些女武神 加上狂暴 加上無敵 狂暴 OK 接下來呢 下一個重點 下一個你會發現 這個export在打你的女王這一側 對不對 所以你的慢身呢 就會是這個export 加上大雕 加上大本 這個左半邊的方向 因為你一開始從左半邊進來 所以你慢身就會左半邊 這個地方不要放錯了 右半邊怎麼辦 那不然就隨他沒差 因為你等一下 等下部隊剛好就會往右半邊走了 這樣子 OK嗎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是希望女王左邊這邊 是有一些部隊的 可是這次剛好都走歪了 那就走歪吧 有的時候神盾不會往裡面走 沒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我發現神盾往裡面走了 所以這時候趕快給他一個狂暴 趕快讓大家把這個旁邊的東西 給打掉 其實也蠻賺的 然後繼續 大慢身大本這邊 那女王這邊呢 逼不得已壓壓驚了 但是這個陣型其實不是很需要女王 你只要男王壓個招 等下看到有多爽就知道了 然後接下來的最後一個步驟 小小的注意一下 滾木車就直接從這邊開始滾 那你說從這邊滾呢 從這邊滾呢 其實都一樣 那 其實最後的結果是一樣 我只是從這邊滾的話 可以等下直接加個狂暴 沒有狂暴了 如果有留狂暴的話 加上女武神 直接把這邊給打掉 你最後神盾還有流技能 然後男王還有流技能 其實只要這個 到最後男王還有流技能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定會閃的 然後這邊隱身塔弄出來 OK 神盾雖然死了 不過沒關係 你可以看到滾木車已經把這邊都快滾掉了 然後呢 我們的女武神出來 那後續就是輕鬆打掉 然後輕鬆打掉 你只要這個 大概如果失敗的話 大概你看 蠻王咒咒壓技能 這全部都是一起打掉的 大概失敗大概會是因為中間的隱身塔 讓你有一些疑惑吧 所以你只要把慢伸出後面滾木車過來就好 我們多看幾個 好 我們來看這個 看起來好像是一模一樣 但是完全不是同一個人 那最近真的很多這樣子的陣型 那都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樣 大原則就是 從援軍這邊進來 第二個是用滾木車 第三個是 你的老頭是跟神盾那邊無敵狂暴的 大概都是這樣子 大概都是這樣子 那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樣的設計 你可以看到他其實有一些小小不一樣的設計 但是我也沒有辦法去注意到到底是哪裡不一樣 那有的時候我會放骷髏 在這邊有時候不會 其實我覺得沒有差到太多 然後你也發現我也會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樣 好 那斷邊 這個斷邊倒是跟剛剛一樣 那男王這次是有走進來的 然後我們往下走 那接下來的冰人在這邊 這邊 金木騎士 神盾 無敵 然後放 好 我這個是三藤蔓 這個是三藤蔓的打法 所以我沒有那麼多的狂暴 大家可以注意 如果你帶三藤蔓的話 你可以怎麼打 這個是之前我還在用三藤蔓的 那這個三藤蔓的打法也OK 你如果帶三藤蔓 直接放一次 三藤蔓打這個也是蠻穩的 就是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那那個 男王走下來 我這邊再放一個金木幫他開起來 然後下面也放一些這個 那等一下三藤蔓就是 就是慢生 再慢生 再慢生 這樣子的做法 然後我們再 再慢生一次 我覺得剛剛那個慢生 可能沒有選得很好 我覺得剛剛那個慢生 在同一個位置就好 然後我們這邊滾木側進來 但是記得 因為你現在大雕最好是把他慢生住 大雕最後處理不是最好 所以三藤蔓你肯定是會把大雕一直留著 一直留著 我的骷髏也給他放出來了 我的蠻王還有 我的狂暴也還有 然後我跟他 第三個慢生我也給他放下去了 第三個慢生我放了下面這個位置 所以只留大本 然後上面這些呢 等一下會把它們打掉 現在隱身塔全部都弄出來 我自己放了一個隱身 女武神出來加狂暴 上面就直接把他打掉 旋風出來 不過沒關係 然後我們的蠻王壓個招 這些全部都要死 還有一個冰洞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很簡單很簡單可以處理的 看到你看 只要蠻王有招 在裡面處理這些都是很簡單的 不管你戴什麼 只要你戴XP藤蔓柳 這個陣基本上是好打的 好打的 我們再來看幾個例子 真的蠻多的 因為其實就是天梯就一直遇到 好 我們看方向不太一樣 那這個是三狂的打法 我們來看 原則我應該會從這邊 那這個方向是不一樣的 它大雕是在裡面 那一樣我們就是冰就是冰 我們慢生就是大雕的位置 所以應該會從下面進來 那我不是很確定 好一樣是從下面進來 那都是三冰 所以這邊就是毒 然後因為有一個單頭 所以我選擇使用冰洞一下 好那這邊用冰洞加上這個加上這個 我這個是老頭是沒有跟神盾的 那我已經講過就是我其實打的蠻隨意的 這個陣真的怎麼打都會三星啊 怎麼打都會三星 我打的這一次打的有點隨意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個路線我沒有覺得特別好 然後並且我這個慢生呢 也用的比較慢一點點 好剛剛上一個是我覺得最佳的版本 我覺得最佳的版本 好如果要學的話用這個打法學 OK那這樣子的話這邊加一個狂暴 把裡面都給打掉 這個滾木車也沒有滾得很好 因為這邊滾木車這樣滾過來的話 打不到其他東西 不過我們把下面的大本給慢生住 上面等一下會被滾木車給滾到才對 然後隱身塔又會跳出來 我把隱身塔給先冰洞了 應該是想要把隱身塔這邊先打掉 我們要確定然後無敵給他放下來 打的有點隨意 但是你可以看到 反正就基本上碾壓 因為這個陣就是怎麼打都會三星 那大的原則大概就是 先處理援軍 然後用滾木車 然後呢 盡量把蠻王的招留到最後面 那我會建議 那個無敵跟神盾是放一起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基本上你怎麼打這個陣應該都會三星 你只要用滾木車 只要先處理援軍 然後只要你在慢生 有把大本給跟大雕給弄住 那基本上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嗎 那希望大家在現在周遇到這個陣 遇到一個吃一個 遇到一個吃一個 不要特別緊張 這個陣非常非常的好打 那我也建議你 如果隊友有的話 先練習一下看一下 因為畢竟這個雙隱身塔 失敗的話 有可能會一心 好 下次今天影片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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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至於 五十四 五十八 五十六